我是Adele 我是顏素姬老師 我們不露臉 因為我覺得今天的長相不是很好看 所以大家看我們的下半身就好了 OK 好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Aranchero Aranchero是義大利的 像檸檬酒一樣的東西 但是我們用橘子做 然後如果是檸檬酒就是檸檬Cherlo 然後如果是用橘子做就是Aranchero 那Aranchero跟檸檬Cherlo一樣 只有使用皮的部分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削皮 所以因為只有使用皮的部分呢 我們要挑橘子漂亮一點的 像這邊很醜的就不要 就是漂亮的部分然後把它削下來備用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些橘子呢 因為我家院子產了一批非常酸非常難吃的橘子 所以我們不會不要浪費它 我們就來做Aranchero 就是使用它的皮 我們就不吃它的肉 因為真的很酸 要吃未定工智的那種 像檸檬差不多酸的感覺 對 然後連檸檬也都是鹹酥季老師帶來的 我家的 而且我家那邊沒有什麼空氣汙染 所以皮上面都非常漂亮 我們真的就只有用菜瓜布刷來刷了 它就這麼漂亮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使用這些 那我們就先開始吧 OK 好 現在開始先是不是要教我們怎麼樣削Arancha的皮 我們要用酒精來做Aranchero 泡到酒精裡面之後它還蠻消毒的 所以上面留一點水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用普通的洗碗的水就可以了 不是洗碗的水啊那叫什麼 自來水 用自來水就可以了 洗碗的水是什麼 超尷尬的我說 好 不管 我們這些老師昨天沒有睡飽與我論次 對 好 我們就可以開始削皮了 我都喜歡先把上面削好 然後削一半 這樣就可以了喔 嗯 我之前都很呆的用刀子把它的皮削下來 然後再把裡面那層白白的削掉 可是我覺得有白白就會苦苦 很沒效率 就是你還要再另外用刀子下面要再把它削掉 對 要把它削開 那這樣又花很多時間 超多時間啊 可是我就喜歡就這樣 好聰明的做法 然後你的眼睛不要太靠近這個上面 因為削的時候會噴一些那個橘子油 你到眼睛上面就會很痛喔 因為我只有一隻削皮刀 所以我沒有辦法幫助鹹酥基老師 我們就慢慢的看他把所有的Arancha敲完吧 不要這樣啦 Sponge Bobo那個 喔對對對 One moment later A few moments later 現在鹹酥基老師要坐下來慢慢削 他不經酒站 削到第二塊就說他好累要坐下 沒辦法 我是一個長期酒做的人 然後等一下要做Arancha敲的酒 這個是在義大利都可以很輕鬆買到的純酒精 然後他的酒精度數是 96% 96% 所以他幾乎是純酒精 你要是拿來做 就像水果酒 像我們今天要做的Arancha敲 或者是檸檬雀 甚至其他的各種的水果酒啊 藥草酒 都要去買這一罐 這個是 拿破裏很有名的一個牌子 而且他的商標 大家看有沒有很像Mickey Mouse 米老鼠 你是怎麼拔的為什麼上面會破掉 為什麼頭那個地方是破 因為我是實際上扯 用削的 沒有我沒有帶剪刀剪 因為 你趕時間是不是 對 好笑 橘子是晚上拔 然後我看不到 我就直接這樣 而且那個橘子樹是有刺的 這是有刺的橘子 哪裡有刺啊 就是那個枝條上有刺 然後橘子是早上六點半的時候 跳到我林姬家的那個 下面去拔 可以這樣拔鄰居的喔 他就說 蘇婷你是不是都沒來拔啊 都掉地上很浪費耶 你到底要不要來拔 欸像他們義大利就是 基本上整個冬天啊 橘子樹啊 橘子樹啊 不然就甜橙樹 都是處於大爆滿狀態 這怎麼消耗啊 就除了喝柳橙汁 我覺得他們也沒有很好奇耶 要看他的品種好不好吃 像我家的這個就不好吃 除了就做完了去了 我不知道幹嘛 連鳥都不吃耶 連鳥都不吃 因為你要等他掉下來 就腐爛啦 鳥又捉不開 除了 靈長類之類的 會不想要把它撥開 其他的動物要撥開 好像沒有那麼容易 真的 對啊 欸猴子要是吃到很酸的 阿辣茶應該會生氣吧 丟掉 丟掉 欸 我跟你講我家那邊 就是大坑山上 有個地方叫什麼 郭叔叔猴員 大坑那邊的果農 如果有盛產的水果 就會給他們 賣給他們 或是給他們 他們就會定食 然後去餵猴子 然後 全部丟給猴子吃 你就可以去看猴子 在狂吃東西的那個 而且他們 手腳並用 一次拿三顆 連腳也拿 兩隻手割一顆 腳夾一顆 所以是單腳跳嗎 對啊 我超推薦大家去 去那裡 欸我問你喔 像橘子那樣子表面 有受傷的那個 可以用嗎 照銷嗎 還是就跳過 這裡列列的就不要 OK 就跳過 反正我們 很難吃的橘子很多 好 大家不要再換一顆就好 沒錯 這就是 住在義大利的任期 陳書記老師 終於快消完了 還剩幾顆啊 剩下一顆 要放檸檬嗎 要啊 放兩顆檸檬 增加香氣 OK 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都是柑橘類了 焦到快崩潰了對不對 我現在收穿 陳書記老師 越消越慢 欸對了 這個皮啊 其實因為他泡完酒精 他要拿起來 他到最後可以做一些 其他的護產品 例如說 可以做那種洗碗精 怎麼用 或是清潔劑 就是你 你把它泡酒精之後 嗯 然後再加一些 界面火星劑 他就變成橘子三味十碗精 快Ending了 最後一顆橘子 這是甜橙 Aranchas 甜橙 甜橙 這是義大利其他常見的 乾橙類的東西 右邊這一顆 是有肚臍的甜橙 下面這邊黑掉了 現在看不太清楚 然後 然後旁邊的那個是小橘子 這個就是橘子 這個義大利語叫 Mandarino 然後這個是 這是我家的檸檬 檸檬 這一顆是檸檬 所以這些 這三樣是義大利 常見的柑橘種類 對 就是這三種 基本上那裡路邊 有很多這種樹 然後冬天 整個冬天 他們就會長得很滿 不過我鄰居 有跟我講幾個小要點 就是 如果在採的時候 留葉子 可以保存比較久 喔真的喔 如果你就這樣拔掉之後 它就可能 你要快速的把它吃完 讓有葉子的話 可以放更久 你看這就是它的葉子 這是你鄰居家的 對很甜 然後它真的就是 都是這樣的大小 因為我們拔開來吃好了 現場拔一顆 Mandarino給大家看 然後裡面就一半一半 它這個沒有紫欸 好棒喔 我喜歡沒有紫的那個 沒有啦 那一種品種還是 一顆裡面大概一兩顆紫 是比較少紫的 義大利的橘子就是 這個 Mandarino 然後現在鹹蘇姬老師在削 削完檸檬 終於削完了 終於削完了 崩潰 剛剛變成恰恰了 什麼東西 恰恰 因為前幾天拔得太快速 然後那個 梗的地方都被我拔掉 然後我剛剛在削的時候 捏太緊 它就噴直 就有恰恰的感覺 好現在削完了 削完了之後 放到瓶子裡 這瓶子有消毒過嗎 不用 反正酒精很消毒 可是我們又把它洗乾淨 有 我們剛剛洗超乾淨 因為之前 放了泡菜 然後泡菜味超壯 這是我之前拿來做泡菜 韓式泡菜做的罐子 它很臭 超臭 超級臭 然後我們剛才洗了三次 而且我們還有加檸檬去心 對 欸可是泡菜真的超好吃的欸 會很有味 欸鹹酥最好是這邊有幾顆那個 蘑菇 幾顆 我數一下 1 2 3 4 5 6 7 8 10 11 12 4 3 4 4 4 15 16 14顆蘑菇 兩顆檸檬 嗯 好 其實不用那麼多啦 其實 好像10顆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 酒精倒進去 欸它連蓋子都有那個假的米老鼠 欸我來看 是假的米老鼠嗎 還是正宗的 這個等一下我們請帕哥來講解一下 因為這個 它真的長得非常像米老鼠 然後我記得帕哥跟我說過一次 這個才是正港的米老鼠 好可愛的 你看 打開直接加進去就好了嗎 對就直接加進去 這個步驟很簡單 倒進去之後 放15天 15天 嗯 然後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陰涼處就好了 陰涼處 一定要蓋好 不要讓酒精揮發 因為它真的是很高%的酒精 很容易揮發 啊需要15天的時候 需要幹嘛 攪拌它 或者是搖動它 要嗎 在這15天之前 就是每一天都要搖晃它一下 就是拿起來瓶子搖一搖就好 還是要打開蓋 用湯匙去攪拌它 拿起來瓶子搖一搖就好了 ok 然後你把它蓋起來 等一下等一下 那個那個蓋子 我覺得有些許泡菜的殘留味道 我覺得要用那個塑膠袋 我記得你一定要用塑膠袋 泡菜券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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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顆會崩潰 為什麼到處都有泡菜的味道 大崩潰 就這樣 套一層塑膠 然後每天都要這樣搖晃 嗯哼 它到時候 那個橘子的皮的那個顏色會透到酒裡面 會變漂亮的橘色 嗯 那如果是做檸檬雀籠 有時候會放一些那個檸檬的樹葉在裡面 因為檸檬葉子也有香味是不是 我不知道可能會讓它顏色更漂亮 但是只有做檸檬雀籠的時候會放 阿蘭茉籠我不會放 OK 每天搖晃之後 然後 就是 15天過後 我們再來對糖水 好 OK 首先 感謝賢蘇基老師 今天 親自現身 為我們製作阿蘭茉籠 好 阿蘭茉籠15天後見 對 掰掰 在跟耶穌基老師做完阿蘭茉籠的第四天 我突然覺得 賢蘇基老師專程帶來那麼多天成 拿來只做500ml的酒精 實在是太少太可惜了 所以我就又買了一罐一公升的酒精 然後在原本的阿蘭茉籠裡面 又添加了300ml 96%的純酒精 所以現在阿蘭茉籠裡面 總共有800ml的純酒精 繼續把阿蘭茉籠密封 放在陰暗乾燥的環境裡面 放滿15天 我們就可以製作阿蘭茉籠了